Hello 大家好 沙姐 現在下午4時9時左右 平時不會太早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大哥放了假 而我剛剛的工作就完成了 變成拿不到新工作 跟阿姐說不如我放了去吧 免得在這裡坐 於是想明天又打風 去旅行社那邊做了些事 明天就不用 出門了 今次我醒目了很多 家裡的儲備多於上次 多了少少零食 明天早上就會去超級市場 進入貨 可能會玩火鍋也不奇怪 可能會玩 但大家真的小心一點 因為圓規會比獅子山厲害 所以大家留意天氣情況 自己看回自己的狀況 自己看回自己的狀況 看回自己小朋友的狀況去決定 不要等天文台 大家自己小心一點 我會在家裡 很安全的 因為我不會出去的 因為我家裡的門 如果有三號風球 就已經近海 下雨下到狗屎 而且扯風 變成不能開門 所以我通常都會在家裡 好了 講過少少的笑話 都不知道是可笑還是可悲 我自己樓下就是議員辦事處 立法稿議員辦事處 我經常看到一些事情 那天還搞笑 和今天也很搞笑 有個人進來 就叫助理 議員助理說 喂 你幫我拿五間酒店 給我一個電話 什麼事 他不是要隔離酒店 是普通酒店 要月租酒店 五間 你給我一個電話 姐姐叫我 那個議員助理 就是幫他找五間酒店 給他一個電話 你這麼兇法 你自己上網找 要月租那些 你一定會月租到的 是不是 你每天每天計算都可以 一定可以月租的 沒問題的 我說 他就走了 然後那個議員助理 又傻傻傻幫他找 我說你是他媽媽嗎 你又不知他想怎樣 又不知他想要什麼價位 他要三星 你又不知他要 不是電話三星 他要三星級酒店 你又不知他要 是要大 要小 要什麼價位 要近我們 要近我們青衣 還是不近青衣都可以 他什麼都沒有說 好像叫阿四 然後 今天剛才也是 不是的 又是變態 他進來 拿著醫生的名片 叫議員助理 就幫他打電話 約醫生 蛤 你不知道 以為抗疫的門診 打針當然要約 就可以幫你約 你普通看私家 你要幫他打 他說 你自己打吧 他說 我打了四五次 也打不通 所以找你打 我想問 你打不通 他也打不通 有什麼分別 他說打四五次 也打不通 你幫我打吧 你幫我打吧 神經病的 那些人 喂 這些人是要對惡才行的 你看看對面那些議員 走了路那些 你完全不開門 你找不到他 你又沒有投訴的 這裡長期開 你找到人 你就當他壓四 喂 你真是不識字 不識去什麼就說 這些事根本就是可以自己做 現在香港人的質素就是這樣 明明可以自己做到的事 是會找他們做的 當他們壓四的 喂 你以為人家鬥你很多錢 區議員也鬥你三期幾 這些是語言助理的 貴則萬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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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可以幾千元 看他花幾個小時 你叫人做這些 做死人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現在香港人的質素真的很低 那又不能怪我們現在的 你看我們 雖然不是很想說林鄭 但是我真的想鬥吧鬥吧 鬥吧 作為一個學霸 作為一個政府最高級的公務員 作為香港的領導 比那些年輕人還壞 想鬥吧 鬥吧 如果他這樣做事 我可以這樣做事的話 我看看我大佬一言一言 又十五樓扔我到外面 他就這樣做 他就去 是不是 以事論事 就是TVB那個 那個節目 來分享的 他為了連任 現在就是在偷捕 之前那麼多時候 你歸宿 你現在為了連任 你見他很積極的 那時候 1500名的選委改組 他又自己在香港電台拍一套片介紹 那時候都被其他有台扮他 這些事情 需不需要你來做呢 你可以找其他官員去介紹都可以 或者在香港電台找一些主持去介紹 改組都可以 不需要你個別去介紹的 他根本就是 避房屋 避什麼什麼 這些政策 就上這些電視 就為了連任曝光 那其實他現在是偷捕著報的 他根本是在偷捕著 所以其實是否可以 取消他的資格呢 他現在這樣偷捕化 利用公帑去偷捕化 所以其實不可以取消他的資格 那這個後話 那他就有人問到他的房屋政策 他回答的很有趣 他就說 我就是負責找地 但內容就是 我就是負責找地 見不到這麼多屋 是房屋處的問題 不關他的事 他的責任找地 他找了 找夠了 那建不了這麼多屋 就是關房屋處的事 這些推卸責任 喂 香港有什麼事 是不關你林鄭的事 你是香港最高的領導人 所有事情都關你的事 房屋處都是你 老實說 這次來房屋處 如果覓了地 原來地不能夠建屋 他就會說 這些是關於城市規劃的事 你找規劃處也不關他事 我就找了地了 等同那些年輕人跟你說 你跟那些年輕人跟你說 你跟那些年輕人說 你的事做成怎樣 啊 啊 做緊 跟著 做給你了 喂 你做錯了 我還未做了 對跟錯是不要緊的 良要照出 是嗎 你看我這樣回答我大哥 他車不車巴我 喂 那些東西是否在你裏 不知道啊 你自己找吧 在這裏不在這裏不在這裏 你看是否被人車巴 喂 你這條數怎麼來啊 不知道啊 你便看回文件 總之我入了 你又沒有問那麼多 你看是否被人車巴我 看是否被人試招炒友過我 你作為特首 你可以這樣回答嗎 有甚麼東西是否在你 所有政府部門都在你 錯的都是你 他起樓起不前 你有沒有問過啊 你有沒有吹過啊 有沒有被最後通疊啊 怎麼說你都是不通的 正如我追數 我和老闆 我們經常都會追客問題的 那個客人有問題 就是那些文件有問題 就是我們有沒有出 出了memo 問那個客人 你甚麼都不問 就這樣Pan 在這裏 你被人裝上天花板 被人試招炒友過你 但是你出了問題卷 去問那個客人 那客人不回答你 都不代表你沒有問題啊 那客人不肯回答你 你偶爾就要去追客人 追了幾次 那客人都不回答你 你就給他一個底線 如果你幾時幾日 你再不回答我這個問題呢 我就這樣去的了 有甚麼事 你自己揮花飛 那客人都是不理的 那你的責任就完了 但是問題 林鄭 你有沒有問過房屋處 為甚麼棄不棄樓 你是找了地 你是不是確保地可以立即棄樓 我不相信 你的地可以立即棄樓 房屋處不會棄 我自己覺得了 房屋處不是沒有做事 真的不是沒有做事 你看一看 麗景 地鐵站 那裏不是有條村的 在那個丁市那麽多位 都建多一棟 那接著 清桃園 不是清桃村 那裏 就是那裏 剛剛入青衣那個回旋處 那裏 那裏有個公屋 又是得到這麽少位 他都建多一棟公屋 那你可以說房儲不做事嗎 他真的不棄樓嗎 不是 他又棄 問題是 是不是說棄樓就棄樓 你的配套怎樣 你這條電纜都未去到 你這條水管都未去到 你起甚麼 是不是 你連電都沒有 你難道起三十多層 大家一起走樓梯 不是的 我覺得 你這樣射箍 令我們覺得很恐怖 他明明是 難聽你說 你是特首來的 你是應該有承擔 有肩膀的 現在你不去承擔 你還反而射給你下面的馬 你是甚麼人來的 我以後怎樣跟你 香港怎樣吉地發展 一向坐這些位置就是要幫人擋 當然 我覺得林鄭她從來都不會反省自己 總之她是一些 我覺得她是很自負的人 她不容許自己有錯 她不覺得自己有錯 所以有錯的一定是別人的錯 所以她找一萬七個藉口 不是這個錯就是那個錯 不是那個錯就是那個部門做不到事 那個部門做不到事 都是你管理的 是你管理不善 當然她是覺得 她只要現在討好總約 完成她的任務連任 討好地產商 讓她可以連任 即是收了一些命令 我自己覺得 讓她連任 因為 好老實說 廣東話 是一個最難的語言 因為她的發音 是多的 你會發覺外國人 學普通話是容易的 因為她的發音是一樣的 音標是差不多的 都是那隻音標 所以為什麼呢 外國人學普通話是容易的 學廣東話是難的 故此其實很多內地人 都不懂得說廣東話 除了廣東一大沿岸 所以林鄭很厲害的 只要你們這群契弟 即是我們 不發聲 不吵到中央那裡 其實中央那些人 未必知道發生什麼事 在香港 知道是知道 但未必很清楚 不知道林鄭原來 說完這些話 那麼要心要肺 是搞到民怨沸騰的 因為他們不懂得聽廣東話 但你也不要那麼安樂 林鄭 因為我之前見到有個落區的 中聯辦有一個落區的 他是懂得說廣東話 當然不跟我們這些 他應該是廣東啊 廣西那些官員 他是懂得說廣東話的 最多大一點的 叫做什麼 口音的 他懂得說就自然懂得聽的 所以你不要那麼把炮 以為不懂得聽的 所以就安心 你抱著這個心態 永遠都是 千人說夢 這個世界 永遠沒有守得住的秘密 你以為中央的高官 不懂得聽 是 中央的高官 不懂得聽廣東話 但不代表沒有染女 要睹你 對不對 你以為全世界人 都不懂得說廣東話嗎 以為全世界 沒有人懂得說廣東話 又懂得說普通話的嗎 根本林鄭就沒有在乎 我們 他現在做所有事情 都是為了給中央看 所以你不發覺 他很安心的 說完這些事情 循例是敷衍一下我們的市民 只顧我們的市民 是叫交代一下 你喜歡聽又對 不喜歡聽又不管你 林鄭 因為他覺得我是學伯 我是特首 我是香港最高的領導人 決策人 你們這些偽民 我是不需要理 我知道討好中央就可以了 討好一些會影響我使徒的人就可以了 所以這些人 再給他做多一年 怎麼可以啊 你連氣我們都不氣 說一句好聽的說話 哄我們都不哄 簡直當我們是死的 下下就在這裏卸博 難聽說那句 怪不得有能知事 是不願意跟他 真是怪不得 為什麼他在樓下那些 全部都是廢物 除了鄧炳強 比卡超那些 因為不是他的音點 是阿爺的音點 那就沒辦法了 你想想其他許陰點 那些阿陳肇始 鄭月娥 那些全部都是廢物 為什麼 真是難聽說一句 聰明的都不肯跟著你 大哥 做錯事 也好做對事也好 你都不會幫我的 我聰明 我向你建議好提議 你又覺得功高害主 你又拒絕我 我不聰明 或者有什麼壞 或者你有什麼問題 就卸一隻鑊給我 我是聰明 我都不會跟你們這樣的老闆 下下自己做不成事 卸給我 又不相信我 又不肯聽我說的話 那我為什麼要跟你們這些廢柴 我自己出去打江山不好 所以林鄭說真的 下一屆 萬一真的去什麼什麼的 那時候 真的大家 趕快回上去 移民回上去好些 因為他什麼什麼的時候 除非中央陰點 所有官職人員 真的 每個部門頭 每個處長什麼什麼 司長都是 中央陰點 幫他計劃好 他只是坐在那裡 那還得 如果他自己委任 他自己找人的話 我告訴你 他只會找些蠢才 因為他不喜歡人比他厲害 而難聽說句 比他厲害的人 都不想跟他 所以永遠只有蠢才 才肯跟他 那這次就說完了 那大家準備多點食物 打風 說完 吵完之後 心情好很多 好了 這次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